一个星期工作四天,然后休息三天 工资还不变 超过32小时就必须支付1.5倍的加班费 说到这儿吧,也许有人就说别做梦了 但最近其实它真实的就发生了 美国的加州最近就在推进这个法案 大家都知道,疫情发生的这几年 美国发生了真的是太多的变化了 但他这次推出四天工作日 主要还是想改变大家的生活 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 调节这个疫情对人的心理带来的影响 让人感觉到不是那么的烦躁 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理 同时它这个法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帮助那些离开职场的全职妈妈 回归职场 这也有助于家庭关系的平衡与和睦 毕竟两口子都工作 家里的收入高了 总而言之吧 从之前的鼓励大家永久就是待在家里办公 到现在呢 缩短工作时长 都代表着美国对疫情 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考虑 它也不是只单单的给大家发钱 那一场疫情呢 给全球都带来了太多的变化了 现在呢 疫情吧 逐渐的在过去 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 真的是非常深远 就关于这场疫情 给大家带来的怎么样的改变呢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 给大家看